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指 正與廣東省商討以先渡形式 互認健康碼 和人數豁免來往越港二日 14日入境強制檢疫 先渡計劃是首階段可獲豁免檢疫的人士 在數目上或適用範圍上有所限制 如果人數上有限額的話 我們亦會考慮合適的機制 分配限額 例如透過開放的預約制度等等 此外 豁免人士必須在出境前14天 不曾離開香港或廣東 香港亦與澳門特區政府 商討互認檢測結果 以及豁免跨境人士強制檢疫的安排 亦會在完成商討後另行公佈